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有没有想过在煮出香浓咖啡之后 咖啡渣能做什么用途 答案就是穿在身上 在台湾就有布料的业者 研发出结合回收咖啡渣 和宝特瓶制作的布料 看起来和一般的棉质布料 没有什么两样 而这样的环保布料 结合了时尚的设计 成为青年级设计师的创业契迹 从只有一个人的创业想法 到成立一个设计团队 短短的一年半时间 73年次的刘浩 把自创品牌拓展到第四个百货据点 靠的就是穿的环保时尚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很透气 棉它比较不会稀罕 那这个其实还有含挂 宝特瓶的那些功能 就是布的机能性的功能 它其实稀释排汗都很快 然后更何况 我们家这个棉的视觉之后 穿上去觉得很透气 很像就是会呼吸的衣服 只要服饰吊牌上挂着一个咖啡杯 和一只汤匙 上间使用的是很有环保概念的 回收咖啡家和宝特瓶材质布料 做得跟时尚很像 其他没有办法 第一眼就知道这是咖啡家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设计一个主标 叫它一个咖啡杯跟一个咖啡汤匙 然后就是想要展现 让大家知道如果有掉这个牌子的话 这个就是咖啡家做的衣服 目前在柜位上的服饰 有五成和环保有关 未来要朝上百分之百前进 毕业于美国博客来大学商学院的 这位高材生 把自家服饰产品做出市场区隔的方法 是让环保和流行时尚能画上本号 创业的时候就会想到有什么方式可以回馈 那那时候选了服饰 做环保的动作其实有一个很key point 因为我自己在weather上 气候上有感受到就是好像夏天好热 然后冬天又好冷 然后春天跟秋天都好像不见了 所以最后还是比较希望连接这三点 就是环保 时尚跟美 这样子去做一个品牌连接 求学期间开始关注环保 想法实践在创业中 看出了穿的平价时尚环保商机 刘浩的这一盘生意金 还有设法减少生活环境负担的理想期许 更是欧院朱宇宏 采访我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